小金哥 今天我们是金格寺附近散布的第二期 希望大家能够把第一期看一看 简单的介绍了一下金格寺的历史 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 希望大家看一看 今天呢我们还是想到哪就聊到哪 上一期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些日本的公营住宅 所以说之前也有很多朋友私信提问我 所以说今天我查了很多的资料 我们一边散布呢 一边听小金给大家分享 日本这种公营的住宅呀 就是全国差不多有3000栋 主要集中在大阪啊东京啊明古屋的周围 三百三千栋里面住着差不多150万人左右 申请这种公营的住宅 主要有几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呢就是生活困难 没有固定的住宿 第二个呢就是 就是遭受了家暴呀或者自身有残疾呀或者一些低保 第三个呢就是收入低 收入低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就是每个城市啊跟每个城市每个村跟每个村 就是幅度 上下稍微有些幅度 整体来说全家的一个月的收入在16万到20万左右 你就可以申请这种公营的住宅 所以说举个例子吧 我有个朋友都是中国人夫妇 留学生 然后他们是每个月房租是35,000日元 合着人民币2000左右 在京都市内他们生活差不多有60多平方米 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 房租2000元人民币非常的便宜 在16万到20万这个收入之间之中啊 你的收入越低 这个房租就越低 你的收入在这个基准之内呢 收入偏高的话 你的房租呢也会稍微偏高一点 所以说这就是日本公营住宅的一些现状 顺便一说 日本领低保的人呢 差不多有一百万人 所以说 日本对于一些低收入啊 的保障怎么说 还是很不错的 当然了 因着地方的不同 一些公营的住宅 申请的话 可能比较困难 需要抽签的 我的那个朋友可能是抽了三次签才抽到的 有的地区 就是公营住宅的保障是不足的 有的地方是足的 所以说像东京大阪明古这样大城市呢 人多 相对的呢 收入低的 穷人也就多 所以说相对的呢 一些公营的住宅也就多 今天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些日本的公营住宅 相信大家心里面也有差不多有一个谱了哈 这种公营住宅呀 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好的 这种公营住宅 这像左手边是个公寓啊 在招人 这附近的房价 我第一期跟大家分享过 新旧大小不同 所以说差不多在1500万日元到5000万日元左右 和这人民币100万到300万左右 这附近的房子 现在是下午 快4点了 这种地方右手边就是大马路啊 大马路车呀多一些可能吵一些 但是里面是非常的安静 我在想日本这么安静啊 有很多原因 其中之一是不是就是 平时工作真的是太累了 所以说安静的环境大家更喜欢一些呢 当然了有很多的原因哈 下面一个老奶奶啊 大家是喜欢我前面这种就是很传统日式的小房子呢 还是前面这个右手边这种比较现代的日式小房子呢 每个人的审美不同哈 我个人来说 说实话两者都挺喜欢的 我家现在住的就是这种现代的日式小房子 但是你像日本的一些民宿呀 温泉酒店呐旅馆呐 都是那种传统的日式的房子 即使大家看到这些现代的日式小房子里面 大部分有一间房屋 有一间屋子 都是那种榻榻咪的 总体来说呢 长时间住的话还是住床比较舒服 隔山岔五的 做个榻榻米觉得也很舒服 所以说一些温泉啊 旅馆啊什么的 大部分都是榻榻米的 也有一些就是床的 我前面是一个高中 想着来拍拍大家放学 结果现在四点 高中可能要四点半左右放学 来找了 所以说咱们今天就拍不到了 左手边就是高中 其实很想把镜头对着高中里拍拍 但是在不行啊 容易造成误解 所以说咱们就直线拍 也希望大家能够体验 咱们在分享日本传统 分享日本生活 分享日本文化的同时呢 也要遵纪守法 不给其他造 不给其他人造成误解 这样的话呢 我的这个视频呢更新呢 才会才能够持续长久 嗯 看看这些点 就是金工神社 也很有历史 咱们今天找到那里呢 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这附近也有很多的古建筑 大部分距离今天 都是400年到500年左右的历史 历史追溯的话 能够追溯到很长 但是因着火灾呀 因着日本的战乱 曾经的战乱 就是被写了 就是说都是在16几几年 或者17几几年开始自建的 大学生哈 你看像右手边这种住宅局 前面就是大马路 但是其实晚上睡觉非常的安静 车不按那个喇叭呀 其实是非常的安静的 这种地方几乎没有人按喇叭 除非遇到危险 像市中心呢 可能会偶尔有一些啊 前面这个精工神社呢 最开始是建立于1001年的 在1467年就被破坏了 然后1496年开始复建 然后很可惜 在1896年再次被烧毁 然后现在大家看到呢 是1902年复建的 距离今天有100多年的历史吧 1902年复建的 是主要的那些建筑 其中有一些是保存到今天的 也是日本的国宝哈 因为京都的古建筑比较多嘛 所以说京都全市禁烟 就是你在整个京都室内 你就不允许抽烟 除非在那种抽烟区可以抽烟哈 就是京都的一些防火的措施 应该是比周周边其他城市更加严格的 很多建筑都是木质 上不起啊 这个神社面积规模差不多15分钟就能逛完了 这附近很多的寺庙神社 接下来几期我们还会散步遇到 今天呢就给大家讲到的简单的聊到这里吧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日本的公营住宅 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喜欢 多多的点赞 关注评论 记得订阅 有什么问题呢就在下面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 呢 按住